今天我们开始更新日本战国史 上文说到 因为争夺士挺幕府的家都之位 而爆发的殷人之乱 开启了日本的战国时代 在正式讲述这段历史之前 我们简单了解一些时代背景 其一 幕府彻底沦为傀儡 殷人之乱后 幕府的影响力大幅丧失 后来又经历了明英之变 西川市直接罢免了 足利幕府的第十位将军 至此 士挺幕府的威信完全丧失 幕府将军沦为大明上落后 用以操控政局的傀儡 上落是一个专用名词 指的就是战国大明带兵攻入京都 控制幕府 邪幕府以令群雄 至于为什么叫上落 是因为当时 日本的京都本来就是参照唐朝洛阳而建 所以 日本的京都当时又被称为洛阳 所以才有上落一说 其二就是日本开始与西方文明接触 1543年 一艘预定 从澳门开往浙江的走私贸易船 遭遇台风漂流到了日本九州南侧的种子岛 而该船船主正是明朝时期 大名鼎鼎的军火走私商人 倭寇头目王直 船上还有几名葡萄牙人 种子岛岛主石窑 以各两千两黄金的价格 买了两把火神枪 从此日本开始从西方人手中引进枪支 并开始仿制 枪支的引入 极大的改变了日本战国时代的战争面貌 其三就是以下克上 所谓以下克上 就是一些下级武士或平民 凭自身实力透过斗争 跃升至称霸一方的战国大明 很多守护代取 代守护成为各国的大明 所谓守护 就是幕府设置的 各令治国最高长官 但是各国守护 需要经常居于 武家政权核心的幕府所在地 所以 各领国内的事务 则委任代官执行 于是就设置了守护代一职 因此 很多令治国 虽然名义上最高长官是守护 但实际掌握权力的 却是守护代 发展到战国时期 守护代实质掌控领国的现象 尤为普遍 一些势力 稳固的守护代 甚至转型成为战国大明 而今天 我们要讲的主角 知田信藏所在的知田家 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知田氏 本是斯波氏的家臣 是伟张国的守护代 到了战国时期 知田信秀 也就是信藏的父亲 实际的地位和权威 都已经超过了伟张守护斯波家 并开始与周边邻国的斋藤 松平 金川等大明争雄 但其实知田信秀 连守护代都不是 他只是知田氏的一个树流分支 但是当时他的势力 已经可以与本家相抗衡了 1548年 知田信秀 在第二次小豆板之战中 被金川市击败 树长子信广被金川家俘虏 此战带来的影响有三个 第一 知田信秀 用手中松平家人质 当时年仅8岁的竹千代 从金川家手中换回了信广 这个8岁的人质 就是以后的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 本来是三合国的豪族松平家 松平广中的嫡子 松平家 位于金川市 与知田市两强大明之间 在德川家康6岁时 被知田家夺为了人质 所以 德川家康又年 有两年的时间 是在知田家生活的 从小和知田信长 就是玩伴 第二 此次战役的失利 让知田市无法再同时 面对金川市和斋藤家 未打破困局 知田信秀 决定与斋藤家联姻 让自己的嫡子知田信长 赢取了斋藤道三之女归谍 而斋藤道三 则是知田信长初期 崛起的重要助力 第三 此次战役后 知田信秀 就重兵卧床不起了 知田信长 开始代理父亲对外下达命令 1551年 知田信秀去世 身为嫡长子的知田信长 继承家都之位 但是 知田市的首领 知田信友 却支持信长的弟弟 知田信圣继承家都 前面说了 知田信长 他们这一支 只是知田市的支脉 而知田信友 才是整个知田市的家都 1553年 知田信长 在郑德寺 与岳父斋藤道三会面 因为当时信长 因为其荒诞不经的行为 被称为伪张国大傻瓜 所以他这个岳父 齋藤道三 就想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傻 经过此次会面 齋藤道三对这个女婿非常满意 甚至对自己的家臣说 将来我的孩子 必定会在这个 傻瓜的门前戏码 从此之后 齋藤道三成为知田信长 有力的支持者 在岳父的支持之下 知田信长击退了 趁知田家内乱来犯的金川军 并开始与知田家主军 知田信友对立 同年 逼杀了知田信友 夺得青州城 从此作为知田家旁之出身的 知田信长 正式成了知田市家都 1556年 美农国发生内乱 其因是 齋藤道三将家都之位 传给了自己的长子 但是他这个长子 却根本不认为 齋藤道三是 自己的父亲 因为齋藤道三出身 非常卑微 起初只是一个卖油狼 别人说他打油手法这么好 练武肯定也非常出色 所以 齋藤道三气游从武 慢慢地崛起 成为了美农国守护带 甚至后来 驱逐了美农国的守护土齐赖翼 这在日本战国时期 是非常罕见的 虽然当时很多令治国守护带 都把守护架空了 但是真正敢直接驱逐守护的 基本是没有的 所以 齋藤道三的窃国行为 震惊了周边大明 他本人被冠以美农覆舌的绰号 他的长子齋藤一龙 一直看不起他这个卖油出身的父亲 而齋藤道三的夫人 是美农国守护土齐赖翼赐予他的 所以齋藤一龙一直怀疑自己是守护土齐赖翼的儿子 齋藤一龙继承家都之位以后 与齋藤道三的矛盾开始越来越多 甚至以土齐赖翼的嫡子自居 齋藤道三看自己的长子 如此愚蠢 就越来越偏爱次子和三子 一龙认为这样下去 自己肯定会被废除 所以 先下手为强 1555年 齋藤一龙杀害了自己的二弟和三弟 并以土齐士 政敌的名义 向到三宣战 双方对峙一年后 1556年 道三写下一书 将美农一国让与女婿知田信长 并要求信长出兵救援 信长得训后立即出兵美农 但是齋藤道三 没有等到信长援军的到来 战败被杀 信长失去岳父的支持 信长弟弟知田信盛 认为这是攻击信长的好机会 与童年举兵和知田信长对抗 但这时候的知田信长 早已经羽翼丰满 彻底击败了知田信盛 并开始逐步统一伪张国 1559年 知田信长掌握了 伪张国大部分地区的支配权 只有少部分被金川家占领 次年1560年6月 战国大名 金川议员率领25000大军 逼近三合和伪张边境 金川军以松平原康 即德川家康 率领三合兵 作为先锋攻打知田军的成战 而当时信长的总兵力 只有3000人 为了取得胜利 信长放弃了正面战场 不顾家臣反对 亲自率兵布满2000人的队伍 再与后直扑金川军的大后方 攻击金川议员的本阵 最后由信长的马回仲之一的毛利新柱 取得金川议员首级 此战后来称为统侠间之战 统侠间之战后 金川家势力日渐衰退 趁此 原先受金川市支配的三合国的德川家康 趁机脱离金川家 知田信长为了攻略美农 德川家康 为了抵御贾匪的武田信玄 以及郡和的金川市 双方在1562年正式递结盟约 是为青州同盟 虽然两者是盟友 但其实是以信长为上位者的 日本战国三杰中的两人 已经开始崭露头角 那三杰的 另外一个封臣秀吉 现在身在何处呢 封臣秀吉就在他们身边 只不过现在他叫木下秀吉 只是知田信长的一个小小家谱而已 现在的他连替信长拿刀都不配 因为给家主提刀的职位叫 中坚 而木下秀吉只是小者 小者只配 给家主提携或者搬运重务 所以 这时候的封臣秀吉 根本不值一提 所以 眼下就没有他的戏份 知田信长与德川家康结盟以后 开始扩张势力 首要目标就是美农 因为美农国紧挨着伪张国 其次 岳父在临死之前 也已经在信中沉默 把美农国交于信长统治 所以 信长开始专心攻略美农 1561年 美农国主 齋藤一龙突然病死 尤其嫡子 齋藤龙兴继任家都 1563年 信长为了攻略美农 把居城从青州搬到小木山 此后经过多次的交锋 到了1567年 齋藤氏主要家臣 全部投靠知田信长 信长再次发兵 入侵美农国 齋藤龙兴投降 逃亡到伊氏长宝 信长就此将美农国纳入版图 信长取得美农后 同时领有美农伟张两国 实力大增 同年11月 信长开始使用天下不武印 这显示了 他要以武力征服天下的雄心 1565年 意图恢复士挺幕府权力的 第十三代将军 足利一辉 与把握机内实权的 三好市的矛盾对立 日渐加深 同年5月19日 三好市发动叛乱 决定雍立足利一荣 为新的幕府将军 袭击了足利一辉 所居住的二条寓所 最终将一辉杀死 而足利一辉的靖臣 则决定雍立足利一辉的弟弟 足利一昭为将军 三好市进一步预案 杀一辉之地足利一昭 足利一昭在 戏川藤孝和田为正等幕僚的支援下 逃出了奈良 投奔越前国的朝仓一景 本打算依托朝仓一景上 落讨伐三好市 但是苦等三年 朝仓一景也没有动静 无奈之下 在1568年 足利一昭开始联系芝田信长 信长承诺 上落协助一昭讨伐三好市 1568年9月 信长以拥立足利一昭 为幕府将军的大义名分 开始上落 在上落期间 芝田信长击败了六角士 这让三好市等势力 认识到了信长的强大 开始逃离京都 剩下势力 很多直接投降芝田信长 此后 芝田信长成功上落 足利一昭也成为 市庭幕府第15代将军 至此 日本进入安土桃山时代 很多日本史学家也认为 日本战国时代 至此也宣告结束 不过也有很多人认为 日本战国时代 直到德川家康 建立江户幕府 才算真正结束 芝田信长和足利一昭 很快就度过了蜜月期 信长为限制将军 足利一昭的权力 定立了称为 殿中预整九条整书 之后追加七条昭告天下 并让一昭承认这些规定 这些规定 基本上把足利一昭 当作傀儡 1570年 信长为了讨伐数度 无视上落命令的 越前大名朝仓一景 与盟友德川家康 一起进军越前 正在芝田德川联军 逐步攻击朝仓市各个城池时 芝田信长的妹夫 前景长正却叛变了 未免陷入前后夹击的危机 信长决定撤退 留下与柴秀吉 继封陈秀吉 和明智光秀断后 此战以后 与柴秀吉和明智光秀 开始展露头角 不过这时候的明智光秀 还在为幕府效力 两年以后 才正式改投到 芝田信长麾下 芝田信长进攻 月前失败以后 他的对敌势力 围绕信长的势力范围 组织了信长包围网 1572年 武田信玄 响应本院寺和朝仓义景的要求 加入信长包围网 同年10月 率三万大军开始上落 芝田德川联军开始节节败退 这里提一下本院寺 本院寺是日本战国时期 一向一魁运动的大本营 一向一魁说白了 就是农民起义 但是这些运动的组织者 却是寺院僧侣 他们的目标是 结束各地守护的统治 企图建立起一个 佛教宗教国家 本院寺 是芝田信长后期 非常重要的敌对势力 说会主线 这时候京都的足立一招 本来就与芝田信长的 矛盾日益加深 信长包围网 有了武田信玄的加入 更让他信心倍增 1573年 足立一招一向信长举兵 这时候的芝田信长 可以说放眼天下都是敌人了 但是就在武田信玄 击败德川家康 攻占三河野田城后 突然病情恶化 武田军在野田城休整了一个月 信玄的病情也没有好转 所以武田军决意返回贾匪 但是在归途中 武田信玄病逝 而足立一招也在正清挺天皇的赤命下 与信长达成合议 但足立一招实际上并未放弃 继续抵抗信长的想法 三个月后再次起兵反抗信长 信长轻率大军前去镇压 结果就是足立一招投降 并被逐出京都 至此誓挺幕府时代结束 同年8月 信长轻率三万大军 包围前景家 居城小古城 随后大破 前来援助前景的朝仓军 乘胜追击 制越前国的一城古城 朝仓一锦切伏自尽 9月 知田军攻陷前景市的小古城 前景九政 常政父子自杀 1575年 信长就任大纳炎 11月7日 在兼任右晋卫大将 这时信长的官职 与已被流放的幕府将军 足立一招的地位对等 信长就任右晋卫大将时 曾仿效侍挺将军就任的仪式 从此信长和将军 同样被称为上阳 这等于朝廷已承认其 天下人的地位 1576年 信长开始在琵琶湖边 新建安土城 日本所谓的安土桃山时代 指的就是 知田信长的安土城 和封城秀吉的桃山城 1576年 原本和信长交好的 丹波豪族波多 也秀至高举反旗 加上本院寺再度举兵 反知田信长势力 开始再次抬头 此后 上山千姓与毛利辉元 也加入了反知田信长势力 但是 这时候的知田信长 已经有了多面出击的兵力与财力 信长给予属下武将大名级的领地 和高度的统治自由 令其攻略周边势力 1578年3月 上山千姓突然死去 上山家陷入内乱 1579年6月 明治光秀攻下丹波国 波多也秀至投降后被处死 1578年 知田水军 断结了本院寺 与毛利家的海上粮道 久困的本院寺不得不降服 而后本院寺 被知田军一把火烧尽 1582年3月 武田圣赖 信圣父子 在甲匪东部的田野 被信长军包围 最后两人立炸而死 武田家至此灭亡 天下与知田信长敌对的势力 一一被消灭 一步步向着统一日本靠近 距离实现 知田信长天下不武的愿望 也越来越近 然而就在统一日本的前夕 突然发生了日本史上 最有名的政变 本能寺之变 本能寺之变 也可以说是日本最大的悬案 政变的经过很简单 1582年5月29日 信长上落并借宿本能寺 这时候 宇柴秀吉在攻打毛利市 因为进展不太顺利 所以 向知田信长求援 知田信长派明智光秀前去增援 但是明智光秀 在半途突然返回京都 于6月2日夜 袭击了本能寺 知田信长率寺内 约100人近视抵抗 但寡不敌众 最后回到居室内 放火自尽 享年48岁 宇柴秀吉 在接获本能寺之变的消息后 迅速与毛利市议和 逼高松城城主 清水宗志 切伏自尽 这里不得不佩服 封臣秀吉的智商和手腕 本来进攻受阻 敌我就在僵持阶段 而且现在不得不撤军 但是如果急忙撤军 敌人肯定会趁乱追击 所以 宇柴秀吉不但不示弱 还以一何位条件 逼死了敌方的城主 这操作只能说是老六了 宇柴秀吉率领部队 在仅仅7天时间内 完成了自中国地方 直京都194公里的吉星军 这在日本历史上 称之为中国大返还 然后迅速击败了明智光秀 封臣秀吉也借此机会急速崛起 可以说本能四肢变 彻底改变了日本历史走向 本能四肢变过程虽然简单 但是有关这场政变的主谋 黑幕 启示动机 却有各种说法 至今未有确实的答案 我们来选几个比较靠谱的说法 第一种 明智光秀在围承担波国的时候 与波多野家和谈 答应波多野家投降之后 护其性命保其领地 并将其母作为人质交给波多野家 说服城主波多野兄弟 前往信长处请降 然而 知田信长却直接杀害了兄弟二人 结果光秀的母亲 自然也被愤怒的丹波人杀害 所以光秀要替母报仇 第二种说法是光秀 作为足立幕府的一人 是坚定的幕府支持者 而信长废除了幕府将军 足立一招 以及要求修改立法等藐视幕府的行为 让光秀认为其并非改革者 而是秩序的破坏者 因此一定要杀掉知田信长 第三种说法是 明智光秀本身是美农国斋藤道三的家臣 他与信长的老婆 归蝶是表兄妹关系 所以 两个人有私通行为 明智光秀恐坚勤是谢 故先发难是杀信长 其他还有很多黑幕说 比如明智光秀与德川家康相勾结 明智光秀与天皇相勾结 反正这种历史谜团 可以养活很多的历史学者 其中 个人感觉比较合理的就是明智光秀与封臣秀吉合谋 主要是封臣秀吉在此过程中 确实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比如说 对高松城九宫不下 但在知田信长死后 却可以逼城主自杀 再比如中国大返环 将近180公里 这种行军速度 很难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完成 最后 此次政变本身封臣秀吉 就一飞冲天 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历史本来就很难说得清楚 不过有趣的是 2017年3月20日 知田信长与明智光秀两家的后代 共同出席茶会活动 为400年前的本能四之变 上演握手和解 好了 本期的日本历史就结束了 这一期有点长 因为比往期更加的详细 不知道对不对各位看官的胃口 如果感觉废话太多 可以留言 下一期 我们就简单一些 下一期 我们就讲封陈秀吉 与德川家康 喜欢的朋友 点点赞 点点关注 好 好 1 感谢观看